最后时报用头版的大蝙蝠来在这张中天新闻 在上个星期五晚上全程直播五个小时的 我是歌手的这么一个歌唱比赛的最终回 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那么当天晚上到底有多少人在看这个现场的一个转播 是成 有人说呢 又不是看电视了 但我们很想问问是苏主席 他或许没看 但是不信这个民党里头没有任何人有看 如果不好意思大啦啦转东升来看 或许是不是上网就能够看 所以能够看的管道非常非常之多 但苏主席认为这么一场的一个音乐歌唱的比赛 就能够洗台湾人的脑 他真的是跟时代脱节 我不晓得他是因为没有看 还是说他支持自由时报 所以说他就跟着自由时报同一个步调 那我是认为我也蛮同情苏主席 因为他现在没有舞台 一个最大在当主席 他声音几乎在现在的媒体处理员被埋没了 前一阵子谢长廷讲的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如果民党大陆政策不改的话 那凭什么从回来执政 这样的话延烧好几天 请问苏主席现在有这样的力道没有 所以他就讲 面对这个媒体访问 他只要讲这些 好像看起来听起来很棒的话 事实上就伤害自己 入导入户入脑 在是什么入什么 五三不入 我是觉得苏主席要讲话之前 最好算过一遍 不是抢在媒体版面就是好的 你这样媒体大概讨论的时候 等于在伤害你 所以我觉得苏主席 从做主席到现在一路走来 感觉上你的力道越来越弱 为什么 因为你处理每个新闻事件 都没有恰到好处 好 没有恰到好处 所以不够用脑来做处理吗 其实范委员 至少苏主席这段入党入户入脑 也燃烧了好多天 这回抢到版面了 抢了很多天 第一天就不肯正面 越来越负面 我觉得一个党 如果说尤其是民进党你想要再执政的话 碰到你连内容都不看 就逢中必反的话 这个一定会被大家所摒弃的 那天的转播到底转播什么东西 如果是转播习近平对台湾的公开呼吁讲话 也许是 全程转播的话就有问题 如果你只转播一个综艺节目 一个演唱节目 而且唱的都是台湾的歌 主要的唱首也都是我们台湾的人 歌手 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入脑呢 我不知道苏主席到底在怕什么 好 不知道他在怕什么 还是其实邱老师他没有怕 所以他也能大大大说到入脑入脑 他可能判断这样子对他来说 会增加了支持度吧 对啊 他可能被误导了 他总不能说我们看这个好啊好啊 大家看大陆的节目好 那怎么办呢 没东西没东西没东西 别的话好讲啊 所以又判断错误了 就讲错话了 又判断错误又失言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